我们订了一个直升机 到现在连直升机的毛都没有看到 我不知道在哪 那我能看见那俩 飞行员 他们不会是把直升机从水里捞出来 然后起飞吧 咱们书街上回 不一样的凯恩斯实行旅行团团 到了凯恩斯 怎么也得去大宝礁看一眼 但是这次我选择不同的角度 前面就是直升机平台 当直升机从海平面上拔地而起的时候 就觉得这决定做得对了 随着高度的升高 心里带着那么一点点的紧张 再加上尽收眼底的美景 你搞清楚这是一个冒险的活动 还是一个观光的活动 到了天上看着美景呢 特激动就想说两只猜腿 但是回来一听回放才发现 直升机的噪音太大 什么东西不进 上次呢做了热气球 这次呢又做直升机 您觉得是这种带动力的直升机非常危险 还是这种不带动力的热气球做着危险 还是这种不带动力的风景 是什么的 这种不带动力的风景 是什么呢 你真的带动力的风景 是什么呢 到了水下的时候 基本就是所有运动相机的天地了 因为大家知道这次有潜水的项目 所以基本上把市面的所有运动相机都带齐了 Insta360 GoPro Action Cam 还有像Olympus的Tough Camera 这几机器的各有优缺点 但是到了水下 因为能够配红色滤镜 GoPro绝对是潜水之王 那个颜色太初衷了 您可以看出来这些画面里面哪是用GoPro拍的吗 360的好处就是方便 不用瞄准 你可以把你身边所有的画面都拍下来 但是颜色嘛 但是有一说一啊 别看我在水下玩的欢 但是我正经是在工作 出来带摄影团 让同学拍的高兴 这是我的工作职责之一 这个是不是就像大家说的 上班时间摸鱼啊 过去最后无论的观 text 您猜怎么办 举行就是一顿饭接着一顿饭 在坎斯吃饭呢 你也不用怕胖 反正在这边呢 基本都是标准澳洲的国宴的 什么芭丽酒 吃肉是不会长肉的 所以你放心吃 而且呢 这地方也是天气比较炎热 每天运动量大 吃的东西绝对不会长到身上的 韩式的水果挺好吃 菠萝也甜 西瓜也甜 我们每次都是中顿少不了水果 中顿不太多 你看我们大早起来多忙 天刚亮就开始起来拍烟石了 哎 这才有摄影团的意思嘛 对不对 早上拍烟石 晚上拍日落 大中午咱们出去拍拍门 现在我们是在坎斯早上起来的日出 日出的时间是早上6点45 然后现在呢 离日出还半个小时 我们面对的位置呢 正好是坎斯热带雨林这个山的位置 非常好 光比又没有那么大 然后最近呢 是因为旅客少 所以你看 偌大的一个酒店叫我们几个人住 给我们他的事是安排了景观最好的树层 一个完美的开始 一切都还刚刚好 很期待 很期待 Baron River上的漂流 如果你要是喜欢户外运动的话 这个项目你可以体验一下 强烈推荐 因为整个人都泡在水里啊 所以相机肯定是没法待了 但是让我觉得有点意外的是 户外公司提供的头盔上 居然有GoPro的卡座 可以把我的360相机放在上面 记录下整个过程 这期节目里边咱看到大量360拍摄的画面 我估计您现在已经忍不住去 哎 我要买一台360 万一以后出去玩呢 您先别着急 我用360是因为这次出去啊 非常忙 既要拍照 又要在团 又要记录整个过程 所以根本两只手冲不出来的 所以360正好可以帮我完成这一些记录的工作 360的画面虽然好玩 但是它的后期的工作量是非常大的 您自己呢 一定要想好 照到流淌的水里那一刻 你才明白什么叫漆山墨漆水 我当时穿着全套的救生衣加上专业的头盔 但是依然身体在水里不受控制 水下深一脚浅一脚 磕到石头上整个人都蒙了 我水性还都不错的 但是当时脑子里就一句话 救命啊 所以那些站着说话不腰疼 给落水的人 或者是面对险境的人 支招说你在水里怎么怎么样的人 我就一句话 远离水源 保持安全 本次行程就在大家的大湖小说中结束了 其实我自己最怀念的还是 青山绿水好风光 游泳拍照晒太阳 如果下次还有机会 您愿意跟我们一起来吗 感谢收看本期的节目 我是纳玛茂文 咱们下期再见